好 我們再一次的用熱烈掌聲歸容要給你熟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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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唱得非常地有感情 而且充滿神的人在 那 was really great was full of emotion in God's presence 還有很重要的是 很有知識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y have a lot of confidence 那個聲音是很有力量的 and their voices were very powerful 我們再一次的謝謝師班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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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完會就要練習 今天一大早就在這裡練習了 緊接著他們還有聖誕節的練習 但是你們所付出的神都聽見了 所以每個星期他們要練習 後來聖誕節的聖誕節 然後他們到這裡很早 他們到這裡到這裡 所以他們到這裡很早 但是我聽到所有的力量 神看到了 神看到了 祂的聖誕節的 謝謝老師 好 我們現在要請我們的孩子到前面來 你要為他們去祈禱 然後我們要請我們的孩子 來祈禱祈禱 我們要請我們的孩子 來祈禱祈禱 Make Him rendre sense 演慮禱祈禱祈禱超שר 演歌 那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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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有的抬下來 你怎麼抬下來 把它嗎 悲祈禱祈禱祈禱奴祈禱咯 也有的抬下來 我站下来 不要紧在一起 我站下来你这样就可以看到 好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举起祝福的手 我们每一次看到我们的孩子 我们心里面就充满喜悦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说我们要来为每一个孩童来祷告 主啊 因为你说让孩子到你们面前来 圣灵求祢大大地告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孩子 主啊 让他们的智慧 身量 与神的喜爱的心都不断地增长 让他们每一位都成为神国的将领 基督的精兵 让他们身体健壮 灵魂兴盛 祷告奉主的名求 我们 pray that in Jesus' name Amen 好 拍手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今天我们打家庭 英文 华语可以一起在这边 以及25% Praise God Praise God I want Meek Namely I miss rule I want me to join together to become a verse about God together Let us meet to God's world We in the same way 請大家聽到四篇 這兩個經文 四篇九十篇第十二節 來使用詩詞 推出語詞 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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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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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翻到的第二个经文是在四篇六十五篇第十一篇 第二个经文是从Psalm 65,11 你以恩典为年树的冠年 你的命经都低下自由 Psalm 65,11 你 crown the year with your bounty and your hearts overflow with abundance 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 让我们一起来忍受神的话语 每个人祝福我们的语言 我们一起来享受神的话语 今天的节目是 俗帅主人Number Archulestics 祝福我们平安 好不好我们先跟前后左右 彼此问安说感恩节快乐 我们每逢今天的主日是要给大家的 所以我等一下希望只能够讲十到十五分钟就好 因为我们要把大部分的时间给弟兄姐妹 你们来述说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想要给我们最多的时间给弟兄姐妹 让你们能够告诉你的生命的恩典 你可能一分钟两分钟也好 但是你能够在这里归荣耀给神 我们就知道说感恩节是怎么来的呢 是当时英国的信教徒 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 他们就成了五月花号来到了美洲 然后当他们在1620年11月11日登陆了普利茅斯港的时候 那是一个冬天 他们在船的当中以及到了美洲以后 他们来了一百零二十钓得美洲的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来种植农作物 那个时候还好有当地的印第安人的帮助 结果他们就在隔年的时候他们丰收了 他们为了要表达对这些印第安人 美洲类人住民的感激 他们就请他们吃感恩节的大餐 所以每逢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数算数恩典的时候 所以每逢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数算数恩典的时候 好不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刚刚所读的经文 我们先读中文然后再读英文 诗篇九十篇十二节一起请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这一讲到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 这一讲到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 各位姐妹妹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一年过得好快 我们不是才年初的时候才在讲喜来分免而行吗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we talked about rise up take courage and do it 哇现在已经十一月岁末年中了 Now it's already November the end of the year 各位姐妹妹你需要去神教导我们说 你需要去数算你的日子 The Lord tells us to number our days 什么叫数算 就是你要知道你每一天都有活在神的里面 What does it mean to number our days It means that every day we know that we're living with God 你每一天都在经历神的恩典 Every day you're experiencing the grace from God 不然你会发现日子过得很快 可是你鼓里糊涂就过了一生 Or else you'll realize that each day passed by so quickly but you don't really know what you're doing 不然你会发现你虚度的醉生梦死 虚度的此生 And you have just wasted your days in your lives 那你要数算什么呢 诗篇65篇第11节这样说 你以恩典为年税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低下只有 So Psalm 65 verse 11 tells us that You crown the year with your bounty And your cards overflow with abundance 这里英文的这个bounty 我去看了更深的意思 它里面讲的是神的慷慨 神的大方 还有神的恩典 你要数算什么呢 你来数算说今年神有对你什么样的慷慨 神有什么样的大方 神你可能浪费你的时间 可是神还是保守你的身体 你可能没有太努力 结果神还是供应了你的家庭一切 神的慷慨在你的身上 那我今年暑假回来的时候 就有讲到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些图片 So when I came back this summer I showed you guys some photographs 可是呢我们的义士没看过 你看我们的义士坐在这里 前面以后 原来礼拜的时候 前面五排全部都是你们的 So in the future when we have service together The first five girls are all for you guys 对 然后你看那边还overflow出来 那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刚来的 你也没有看过 所以我要在这里 一样再来数算神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 第一点要感恩的是 我们的教会在场地上跟牧羊上都有突破 And first we want to say that we have breakthrough in all of our facilities 你看我们的场地 看我看看干不干净 It's not our environment pretty and clean 然后呢 这个是我还没有有雨傘的 你看还没有有雨傘的时候照的 现在外面都有雨傘都有那个遮膜 So this picture is taken before we got the umbrella so you can see the outside that we have the umbrella and all the tables now 然后今年我们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 我们的教室完成了 这是我们小小班的教室 So for September we had the classrooms for preschool 很大间 It's very big 这是小班的教室 And this is for kindergarten 这是大班的教室 This is for elementary 然后这是我们华语青年的聚会的地方 This is for Chinese youth 这是我们英文的父堂 And for English youth 这是我们男生的厕所 And the men's bathroom 如果进去的话你还会闻到那个 刚刚新完工的那个味道 你看 New building的那个味道 哇啊 女生厕所我就没有去照了 And take a picture of the girl's bathroom Liu姐妹我们要不要线上看呢 真的 我去过好多间教会 有的教会他们已经买了二十年了 买了十五年了 结果还是原风不动 原汁原味 We should really give thanks Because I've been to so many churches I've been to so many churches I've been built fifteen, twenty years But they never have new constructions 还是古色古香 It's still all as it is 弟兄姐妹 但是神恩待我们 我们 患难一心 Alleluia And Lord has given us grace And we're new now 而且 还要继续患难一心 Amen And this is going to continue 那这是场地的感恩 And this is for our facility 那么 这个牧养上的感恩 职上面的感恩呢 我们第一个要感恩的就是 我们今年我们的师班恢复了 Halleluia And the ministries in our church First we want to thank that Our choir has been renewed 你说也有师班好不好 Is it a great to have choir 我们要不要拍手感恩上 各位谢谢神 我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师班了 We haven't had choir in many years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师班 能够来颂赞主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 师班是国有重要吗 And now we are able to praise our Lord together And the Bible talks about the important 因为在打仗的时候 是把师班摆在前面的 Because in the battles The choirs are always the first one 因为当你师班颂赞神的时候 神就派福兵在前面击杀抽屉 Because when they are up there praising the Lord The Lord sends His angels to them 所以兄姐妹师班太重要了 So our choir is very important 感谢神 那我们不仅师班恢复了 我们也成立了四个新的小家 We also have four new small groups 这是其中一个 This is one of them Joanne的小家 再來我们也有佳恩小家 We have another small group called Dad small group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Kent的小家 另外还有一个社心的小家 我们还没有相片在上面 And some of them I don't have photographs of yet But we have a couple of new ones 感谢神 神不断地在祝福我们的教会 Thank the Lord That He keeps pouring out blessings to our church 然后呢 我们也有弟兄全家来归向主 那他的儿子 Gary他们全家 他们的儿女 也要在这个Christmas 要来献儿 And some of our families They are willing to dedicate their lives to the Lord 然后他们所有的偶像 家里面所有的偶像 全部清除掉 And their family got rid of all the idols 然后他们家里面挂了一个牌子 基督是我家子 They have a sign in their house that says Christ is the head of the house 然后感谢神 昨天我们在后面 举行了一个同工感恩餐会 Yesterday we had a co-worker appreciation dinner 我们大的小孩大概有120位左右 And including the kids and the adults We have about a hundred people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工 These are all of our co-workers 这里一桌一桌的 那我知道 所以假如我们的教会是200人的话 And if our church had 200 people 我们有100人在服侍 Amen 这是很大的很大的比例 And this is a big big percentage 然后我知道我们在座了 还有一些人没有来 有些人你们虽然没有名分 可是其实你默默地在为教会祷告 为教会奉献钢琴 为教会去跟银行谈判 其实神都祝福神都祝念 Amen 所以事实上我们的教会 还不只是这些吃饭的同工 这些昨天我们谢谢他们的同工而已 And our church is more than just the people who came to the dinner yesterday 还有很多很多没有名分的同工 你们也是在神里面来服侍祂 And there's more of them that are secretly serving But also the Lord who refers to that 我们给这些 无论是有名的无名的 其实神都知道的同工 我们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我们就知道春英帐 他们每一个承导会都来祷告 I know that 春英帐 He comes every morning for a prayer 因为姐妹有很多无名的英雄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A lot of them are Navis heroes among us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 爱云教会15年了 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所造的一张团体照 So this is the group picture that we have for our 15th anniversary of Easter 谢谢神的恩典 我们要不要数算主恩 真的 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很会数算主的恩典 他们你如果去看诗篇 去看他们的历史书 经常的就又开始讲到说 当时怎么出红海 当时怎么进迦南地 当时怎么来得地威业 那我们教会不仅是内部 我们的场地好了 我们的人员在牧养质量上都在成长 我们也在台湾有在做青年的工作 那这是我们台湾总会的一个运动 我们希望能够在2020年的时候 教会能够达到两千间 人数能够达到两万人 对 两万人 那么其中我们希望在台湾 我就负责青年的工作 我们希望在台湾能够有三千个年轻人 三百个年轻人是同工 三十个人是献身给神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运动 那我们在2012年办了青年的营会 第一届 so in 2012 we had our first youth camp 对 然后呢你看 这是参加的人 and these are the ones who attend 然后这是2013年 我们又办了第二届 so in 2013 we have the second one 然后这是参加的人 那这是2014年 我们又办了第三届 so this is 2015 the third one 就在去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二十七个年轻人 愿意献身做传道人 so this is last year and already twenty seven of them are willing to dedicate their lives to become ministers 那今年呢 我们又办了第四届 and so this year in 2015 we had our fourth camp 然后这些年轻人都跪出来祷告 and these young people that came out and pray 愿意为主受苦 they are willing to go through the sufferings for the Lord 好看 那今年有35个年轻人愿意献身 and this year we have 35 young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dedicate their lives 那我们把去年的跟今年的加起来以后呢 中间有十个是重复的 so when we add the ones from previous year and this year eleven of them were overlapped 所以我们算了一下将近有五十位 年轻人愿意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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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神呼召牧师回去台湾做的工 但是我回去有爱灵教会 FULLY support but even when I am back in Taiwan I know I have my church who is supporting me 然后有你们的祷告 and with your prayers 有你们的支持 the support 所以你们也愿意让牧师回去 and you guys are willing to allow me to go back 所以这一切我们都知道是神做的 Amen 可是深夜拯选人来参与他的工作 but the Lord also have paid his people to do his ministries 所以我做的就等于是爱灵做的 Amen so whenever I do it also belongs to the church 所以要不要归隆要给神 又是神使用爱灵教会 50个年轻人 那为总干事我们台湾总干事 他这一次已经回去 跟这些年轻人都接触了 so the pastor of EFC he general secretary 他说这个工作太重要了 到2020年我们要继续做 and he said this ministry is so important that even until 2020 we still want to be doing this ministry 所以你可以想象吗 未来台湾的台湖的青年传道人 都是因着我们这样子把他带领出来 so can you imagine the future that the pastor of ministry of the church in Taiwan all because of the camps that we've been doing 有没有价值 非常非常有价值 非常非常有价值 好 然后呢 我也感谢神讲我个人 我们家人回去 我们就不断的来带领家人 带领寻神 so talking about my personal testimony that I was able to bring my family relatives to Christ 这是我 这是师母的母亲 还有弟弟妹妹 这是我的妹妹跟我的外甥 这是我的妹妹跟我的外甥 等于是我们两家人都一起去教会 这是我妈妈我又带她到我的母輩去 然后两家人一起过父亲节 然后我大姐是拜得很凶的 她很会看星座 看信仁学 看布克牌 很难难啊 很开心你们天天绑架 但是呢 当我在跟她吃饭的时候 她这一次 我以前都不敢跟她 谈到耶稣的事情 结果她自己跟我讲说 她还不信以前的神呢 她说她说她不信以前的神 蛤 有这回事 我抓住机会了 哇我就开始 我跟师母就开始跟她 谈到主的恩典 最后她就说她要接受 然后我就带她做祷告说 主啊 我需要你 我愿意打开西门 接受主 做我的救主 然后她就说 可不可以改为 我愿意尝试 打开西门 接受主做救 我说当然可以啊 只要能够你做这个祷告 就好了 神 这背后有很多的祷告 很多的代价 然后之后我们要再跟进 感谢神的恩典 我的家人一步一步的要全家得救 好不仅都是 我们教会也在做这个东区牧者的联导会 你知道吗 我们教会是2010年12月在这里献堂的 2011年6月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东区联导会了 然后我们每一次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教会就愿意付这个代价 请这些牧师们吃早餐 我要特别谢谢我们的邱传道他在负责这个早餐 他弄了早餐让他吃 然后周传道也在旁边帮忙 结果慢慢慢慢的整个祷告会就越来越兴旺了 然后之后 经过了我们请大家吃了两年半的早餐以后 大家终于醒过来了 我就说那可不可以到你们教育去 每一个人都愿意 每一间教育都愿意 而且每一间教育都预备很丰盛的早餐 每一间教育都预备很丰盛的早餐 每一间教育都预备很丰盛的早餐 哇 你看 这都在不同的教育 都在不同的教育 都在不同的教育 这些也是神借着我们爱灵教育做的 这些也是神借着我们爱灵教育做的 要不要再开手 归隆教育做的 这些真的都在祖算祖恩耶 然后我们还做了什么 护士福音协会 我们在这个护士福音协会已经待了十年了 他们都是一群护士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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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需要被关怀 我们的slogan叫做 Care caregivers 就是关怀那些 关不别人的人 请问一下你关怀别人的人 需不需要被人关怀 你知道那些护士有的时候不会觉得 护士你来关怀我是应该的啊 可是他们也需要被关怀 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去关怀他们 这谁做的 又是爱宁教会 又是爱宁教会 我们现在不是要荣耀爱宁教会 爱宁教爱宁是什么 我们只是他的工具 主的吸引 我们谢谢神恩典好不好 尤其要谢谢April 谢谢April 可以让我们拍这个视频 我们要拍掌叫大胜的拍掌 所以爱宁教会一帆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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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不是嘛 所以爱宁教会无风无浪 所以爱宁教会永远心胜得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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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遇到困难 我们有没有遇到挫折 我们有没有遇到挫折 我们有没有遇到风浪 所以在数算主恩的时候 那些困难的就不数了 对不对 圣经不是这样讲的 圣经是这样讲的 它说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锁定的自己 各位这红色的英文字叫什么 O什么 什么叫O circumstances What does it mean in all circumstances 什么意思 所有的情况 所有的情况 真好 所以就是 顺境也要感恩 对不对 so we give thanks when things are going well 逆境要不要感恩 but when things are going bad as well 高山要感恩对不对 we praise in the mountain 低谷要不要感恩 but also in the valleys 成功要感恩对不对 we give thanks when we're successful 失败要不要感恩 but also in failures 喜乐要感恩对不对 we give thanks when we're happy 悲伤要不要感恩 but also give thanks when we're sad 你知道2015年最让我 感觉到失去的就是 我所爱的潘牧师 总亏添加 2015年 I had a difficult loss pastor pain he passed away 有时候一直觉得什么的 那这几天神又跟我讲 他说 嘿我已经多给潘牧师 快40年的岁月了 潘牧师反来50岁的时候 只有得到大肠癌的 pastor had cancer when he was 50 years old 结果上帝都给他将近39年的岁月 and lord gave him almost extra 39 years 而且他那么的受人敬重 and he's so well respected 我很喜欢这张相片 你知道吗 I really really like this photo book 你看我们这教会最重要的 八个弟兄 扛着 这个潘牧师的棺木 pastor pain 然后旁边也有我 有没有 头低低的 好喜欢这张相片 I really like this photograph 我们 在悲伤的时候 依然献上感恩 因为潘牧师实在是 很重要的事 we have to give thanks even when things are going difficult because we know he's in a better place and glorify the lord 然后不仅如此 我们也遇到困难 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年轻的童工 湿了脚 and even this year in July one of our young co-workers he also faced difficulties 整个主流的媒体 跟华文的媒体 大肆地报导我们教会 and the media all of our Chinese 有许多的负面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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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姐妹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要感恩吗 but even in this do we still give thanks 我相信神要借着 这样的环境 要帮助我们的年轻人 更加的活出圣洁 and I believe that the lord wants to use this situation 不仅是帮助他个人 更是帮助我们整个教会 and it's not just for that individual but also for church as a whole 而且甚至神要使用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很多的教会都在问我们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开始在上call of ethics and a lot of churches will also ask us about this and we tell them that we are starting to take this lesson call of ethics 然后我们要求所有的地 我们开始全面性的 更深的我们要活出圣洁来 and we want to go in depth about how to live in a pure life 跟姐妹在困难当中 在挑战里面依然限上来 it's that when we are facing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our life that we are giving thanks 然后你知道整个 刚刚我讲东区的教会吗 你知道很多间教会遇到困难 and when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the east district a lot of the churches are facing difficulties 有的教会面对要分裂的危险 a lot of them are breaking apart 有的教会里面内部有许多的挑战 some of them fa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nd their co-workers 仇敌破火很猛烈 the sailors are attacking them constantly 但是还要再凡事些 but we still give thanks in all things yeah 然后我不是讲家里吗 我妈妈前一阵子她跌倒了 and my mom a while ago she fell 然后我妹妹也得那个胆囊炎 住院十天 and my sister got a disease in her and my sister got a disease in her 家里有什么事 there's a lot of things happened in our family 我本来是想要请假回去的 I want to take a couple days off and go back 但现在拜现在科技之士 可以每一天这样子 naya face time but because of the technology we have now I'm able to face time with them all the time 其实我好像就在 面对面这样子 it's as if I'm talking to them face to face 那姐妹不是没有困难的 it's not that we don't face any difficulties 不是没有挑战的 it's not that we there's no challenges 这是依然可以数算主的恩 but it's in this we can still number our days and count our blessings 依然可以在凡事 oh 英文怎么讲 oh self 可以来荣耀主 that we can still glorify Him 本来说要讲十五分钟 我还讲得太长 I said I would talk only for ten minutes 但是我这样就示范了一次了 but this is my example 接下来的时间是你们的 and all the rest of the time are for you guys 所以如果你要分享的话 你就赶快上来 你不要等 你想我等一下 等一下就没时间了 so if you want to share come up quickly don't hesitate 好 你现在心里面蹦蹦在跳 怎么样 开始跳得很快 那就是圣灵要邀请你上来 that is the holy spirit inviting you 你就毫无客气勇敢的就上来 so be brave and come up 我们先一起来祷达 let's pray together 主耶稣我们再美你 Low we praise you 你说我们要来数算 我们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he say that let's count our blessings so that we will have a heart of wisdom 主啊你说 主啊我们所走过的 都是恩典之路 and that whatever the road we are walked through are the path of grace 主我们不仅要数算 你的恩典 我们要数算 任何的环境跟匿境 and we not only count our blessings but in all circumstances we give thanks to you 谢谢你的恩典 thank you for your grace 祷告奉主的名求 pare this in Jesus name Amen 好 我们现在就邀请 你有付的 来 我们就不翻了好不好 就不翻 爺爺 我们把握时间 感谢赞美祖 今天思凯的聚会 那 我今天特地要来上面 要跟二者宣告 感谢赞美祖 我们今年招小偷 可是神是应当真诵的 因为神在当中掌权 所以我们有财务上的所思 可是呢 我们就像刚才师班所唱的 在灌难中呢 我们可以见到神的面 我们知道神在当中 所以我们经历到神 保守着我们 平安 我们家还有最贵重的东西 就放在地上 小偷看都没有看到 我们三天后发现 什么是在地上 我们知道神 一直在保守着我们 那 我太太是 在小偷进去我们家里 十三分钟以后 就进去家里 结果我们没有被小偷碰到 今天感谢神 保守我们 太太的安全 所以神一直都在保守我们 也让我们听到神 都保守我们 那我第二天早上 你起来的时候 神也给我安慰 安慰我的话 因为我们那天晚上 我们也睡不着觉 神第二天早上也安慰我 跟我讲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游满 为何在我里面 烦躁 应当拥抱神 因为我还要尊敬祂 祂 祂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帮助 感谢神 让我们经历到这件事情 让我们能够再经历到神 那还有其他事情就是 也很感谢神 让我今年的工作 对我神的保守 虽然有很大的压力 我的太太也一直在背后 为我祷告 那我虽然在压力当中 也能够经历到神的平安 和保守 所以感谢咱们祝导 谢谢祝导 谢谢祝导 我也喜欢投一封感散 但是被他抢去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要以老脉 我们华人大概都是十二年 有一个人 那上 今年上帝给我是 第六轮 最后一年 我感觉神给我的恩典 特别特别的多 在无论在很多方面 很多方面讲 但是我心里上 非常非常感谢神 特别在今年 虽然帕路斯离开我 但是在我的心里 帕路斯 在我的生命当中 在灵命当中 他提息了为 让我更加 或有限的脑筋 或领悟到神的 心力 还有神的教导 这是我心中 非常感谢 我们是感谢神 这种感觉 美好的安排 然后也感谢法路斯 在我的心中 让我们生命更加的痛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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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Picky 我刚从台湾回来 没多久 可是我之前 从小一直在美国 然后 我很感谢 可以在美国的读书 因为我在台湾 就是过一个 很难的生活 因为学校啊 工分很困难 可是 然后我从小就是 住这 然后回台湾 就很想回美国嘛 然后就是 祷告祷告的 然后到 祷告到现在 就可以回来 然后会感谢 因为 我就是可以回来 就是在看到一些 我想念的朋友啊 然后很多 就是 懷念的东西 然后 然后虽然把我 很困难 之过 虽然还蛮困难的生活 还是 还是很感谢 就是 有他们 然后 可以要找回来 然后 我有个高一点 就是他们 还有 可以支持我 那些 然后 我还是很感谢 可以回来到美国 继续读书 然后 希望我可以 做到一个好大学 神的恩典非常的多 我不知道从什么东西讲起 但是 我想 我把最 我想要感谢的 先说出来 就是 首先我要 感谢就是 上帝带领我们 一家来的这个教会 然后特别感谢 我们两位传道人 就是周传道 还有 那个 邱传道 然后 Mike 展直 展直 他们都是非常棒的 就是教会的第一人 然后 刚才牧师讲到说 教会有缺人 有困难 但是 当这些事情 领导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 身上的压力是最大的 然后 很多时候 他们承受的 比我们 就是 在这里的 其他地球姐妹都多得多 所以 我觉得 非常的感谢 上帝 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 属灵的利益 这样的教会 我要把他掌声给他 然后 在这里 要感谢神 就是 能够给我 非常好的同工 就是 昨天有 感谢过 但是我还是要再提一次就是 我们 就是上司团队的同工 其实他们 都是非常的棒 然后 尤其是 就是 大厨 他们都是非常辛苦 那 我想在这里 所以 在一次的上帝的面前 就是 感谢他给我这么有 这么好的荣光 然后 我要特别感谢 就是 李瑶 这个小弟兄 幸福的年事不多 但是 他是一个 做事情非常正正 也很 就是正正去服事的一个弟兄 他 一直以为我帮他很多 我其实 当我自己去数算的时候 我觉得他帮我 比我帮他的多很多 对 谢谢你 然后 然后 我要感谢就是 上帝让我能够一个非常好的家庭 他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就是我的太太 他把家里照顾得很好 把小孩照顾得很好 让我能够 比较 要 服饰上面能够更加的富足 然后 也让我在 工作上面 能够 比较装束 所以我要感谢我太太 感谢我 我妹妹 Mia 他在 我们家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有帮忙 帮忙我们照顾 就是 那个Ostom 那 分担了 我跟我太太的 很多的 那个 那个照顾的 那个 那方面的 事情 那他家里面也 看到有帮忙的 他都有 他都尽量去帮忙 所以我要感谢 Mia 希望你能够 就是 稳定的 更加稳定的来参加教会的聚会 这是我 新的意念 我要跟上帝祷告的 然后 我也 就是感谢上帝能够 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家 就是 我爸爸妈妈的那个家 然后 但是我 我 我感谢他 让我家人都能够健康平安 也是 就是 蛮顺利的 那 我希望 就是能够在这里 能够谈心一点 就是 因为他们很多都很幸福 那我 我就是 感谢上帝 但是我同时也要求上帝 能够把他的 就是 就是那个 得救的那个福气能够领导我们家的其他的家庭成员的身上 希望我爸爸妈妈 就我愿不愿 我妹妹 他们都能够 将来都能够有机会上帝耶稣 还有就是我自己 就是感谢主能够带领我 让我能够在各样的事情 都是有他的恩典在里面 然后 呃 反正有很多的东西要数算了 我自己慢慢去祷告吧 谢谢 然后感谢 感谢沈女士 大概两个五拜前就是 真的是 伸手 就David 玻璃熊 就是他 没关系 在接受客人的时候 就晚上就自己的 又会往东西 然后可能也蛮晚的 所以有一台这个 大卡车 后面站长 那个车 就 就在甩 甩吻 然后他一看到不对劲 然后他就是朝前朝过去 因为他在里面 然后就 后来他送完餐 就往回开的时候 有六台车全装在一起 对 所以就很感谢沈女士 真的是伸手 他就是 就是从熊二二当中 就我做了 然后另外我很感谢沈女士 在2012年的时候 他就叫我起来使用我 然后有写一些 赞美神 很感动的一些 诗句 那沈才告诉我说 有一首歌 已经不成曲了 真的非常感谢沈女士 目前就是有三 大概有 二十九首 然后就是希望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 你们心里有感动 也可以有 心中有些旋律的话 也可以往那 就是补承很美好的 诗歌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一场 谢谢 欢迎平安 平安 我是文鑫 L.C. 对 不是讲过我 嗯 我感谢沈 我来到爱玲 上面把我带领来到爱玲 那 已经十六个月 对 十六个月 那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边 对 就传道人 然后牧师的关怀 温厚 还有弟兄姐妹的热心 对 那 就让我觉得才刚刚进到这里 就像是回到家一样的问题 那 这里 嗯 所以我立刻就爱上了这里 但是 唯一一件让我失望的事情 是 这里竟然没有师班 那我从还没有到美国之前 我心里就是想说 我来到了美国 进到一个教会 我就要加入师班 因为想加入师班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最轻松 然后又最愉快 然后又最 嗯 嗯 其实不用负担很多事情的一个失望 那 以前如果我对这个教会 不够认识 那师班也不是一个 也不会是一个阻碍 所以我 还没来之前 我就已经想说 我要到了某一个教会之后 我就要加入师班 所以那时候看到没有师班 真的是蛮失望的 那 但是神也是在 在 在 让我的心 就是更 更宽广 就是看到说 没有关系 那神要怎么用我 我就怎么样让神师班 所以虽然来到这边 牧师每次都跟我说 你先休息 你先享受神的爱 你先好好的 休息 但是我每次聚会 我每次来到神面前 我心里总是跟神说 神师班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用 你什么时候 要 让我在哪一个方面 可以来服侍你 对 那 嗯 牧师在讲台上 讲过很多次 说我们教会没有师班 这是我一年 对 对 那我之前一直觉得说 会有别人 会有别人 我才来到这边 不要轻聚忘笼 对 那 但是就在今年 那个录师的一次的信息里面说 如果事情交在你的手上 没有别人可以做 那就是有的任何 今天来找我 那 我那天真的是很挣扎 觉得说 应该还是有别人吧 我看到的一些弟兄姐妹在音乐上 是有一些 学习的 那我不是专业的 我从小就是 喜欢音乐 我两个姐姐学音乐 但是我爸爸不让我学 他说你去读书 你不要学音乐 所以我 只能唱歌 我从小就只能唱歌 那 那 和创传 和创传参加师班 这样子 对 所以我不是一个专业的 音乐的 学习 学习者 所以 要做这样的服事 就是 心里是会有紧张害怕 但是因为我过去 在过去的教会里面 也有 因为一些因素 有带过一两个师班 所以 只有凭着这一点点的经验 就跟牧师提高会 你说 那 我去试试看 牧师愿不愿用我 那 感谢神啊 牧师把这样的机会给我 但是 我更感谢神的是 我们师班的成员 大家就 就 听说有这样的师班 就很多人的自愿就出现了 然后每一次的练习 大家都很认真 我说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 我每次想要说 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们怎么做比较好 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他们都说不用了 我决定就好了 对 他们是一群很顺服 然后就很愿意不舒服的 弟兄姐妹的集体 对 所以我在这边 特别的感谢神 在这样子的事情上 来使用我 那 这边也做一个背广告 如果你心里 现在已经蹦蹦跳 觉得参加师班好像不错 对 那虽然我们圣诞节师哥 已经开始练了 但是我相信 你还是可以在身上 可以有些帮助 对 那 感谢神 谢谢 谢谢那个文心 那 所以从他的分享 你就知道一件事 一件事 什么事情你 看不顺眼 什么事情 你觉得有失望 什么事情 怎么这个教会 没有做到 OK 那是谁的事 谁的事 那就是你的事 那就是谁的事 那就是谁的事 因为神就是在呼召你 要起来把这个缺 这个拼图 把他什么 拼上去 把他补足了 懂吗 因为 我们没有 我们不完全 所以需要你们来补足 所以神就呼召你说 那就是你也担心 这样懂吗 OK 那另外 我也要讲一下 文心 你不要以为他 他很不容易 他现在算是假性担心 他一个人在这里 顾三个女儿 很不简单 因为他的先生在台湾 所以 这是名副其实的内在力 你知道吗 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因为Bruce很快就回来了 他会回来三个礼拜 我们向神求一点 希望他们家赶快回去 所以你说他有没有难处 他适不适合做指挥 一点都不适合 因为他要一个人单亲在这里 要顾三个女儿 他要工作 他很忙 但是他还是愿意 跟姐妹是这样子 这样你懂吗 这才是爱 你如果按人的原则 他是不合适 他忙啊 但是他却愿意 所以神是用他 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background 不要以为每一位侍奉的人 家里面都好的 其实都有状况 都有难处 可是还愿意这样子 那刚刚Phoebe有讲Phoebe在哪里 Phoebe 帮你补曲的就是 Alce 所以已经弄出一首歌来 你知道Phoebe 他在我们家两三年 他就边听讲道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四年啊 怎么的日子那么快 都数算自己的日子 来在四年 每听一篇讲道 回去就写一个词出来 只是没有人帮忙谱啊 感谢神现在有 这边被帮你补了 帮我拿给他 别听讲道 这边有领受 好我们继续 下面还有很多人 来下一位 还是Luke坐在这里 是不是也要 这样我们 可不可以腾出那个位子来 这个 腾出位子来 到这边坐好不好 这样我才知道 还有谁 不好意思啊 Scott Scott最有勇敢 好 就照着做这一步 好 要见证的赶快上来 真的啊 好多要讲的赶快上来 还好 不然我们不知道 等一下就没有了 对 各位大修姐 各位平安 我是台湾来的 缺牧师 我是缺师母 沈瑞亚是我的女儿 那今年 其实 去年她来这边读书 其实我就经历一个很大的分离 很大的分离 也很辛苦 我们今年 却在八月八号台湾的一个风灾 那我们在 缺牧师她在乌兰有一个户外冒险学校 那那个风灾就 让我们经历了 约伯在一夕之间 所有的东西都毁坏 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 所有的引力的设备都破坏 那 对我们来讲 就经历了约伯的一个经验 就是会问很多上帝 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 那 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 就有一些很冲击的 核心的问题在我里面会出现 包含我的不安全感 包含将来的事情 没有一个答案 包含觉得时间 很多黑暗跟负面的东西 会容易出现出来 就是非常真实的一间 一个神秘 所以 今天感恩节的一个感恩 那 其实刚刚说 生里面有跳动 我确实也有跳动 就是我觉得 神最近跟我说 你要不要改变你自己 你要不要改变你自己 因为事实上 我用我的方式 生活了很多年 也还不错 也可以控制 也可以对环境作用一些的安排 可是一期之间 神的手下来 神的主权 会让我想到说 我还需要自己抓住什么吗 我们的生命都不在我们手里 那 可是我们碰见很多事情 我们确实想办法去安排 想办法去控制 想办法去符合我们的意思 神会问我说 经过这些事情 你要不要相信我 我才是掌管一切的主 所以我 因为一分神说 我 我现在对我自己说 我每天都要做一件改变的事情 包含我今天上来见证 我可以做在下面 可是我觉得 要改变是要付代价 神用这样的 我刚刚那个师班讲try 我觉得是一个失恋 我还是要感谢神 虽然今年还没过完 那我要感谢祂 让我们全家 能够去经历 神在我们生命中 用 向月博的经历 临到我们的家庭 那我想 我还是要见证祂 我相信 月博后来说我 我封闻有你 但我今天亲眼看见你 是要在我们全家 一定要经历这样的事情 同时我们要宣告 在月博的后面 神的祝福 加倍的祝福 要临到我们的家庭 所以我想 把荣耀给给神 谢谢 嗨 各位都看到了 我妈其实刚刚她 讲了很多是她在 她是在那个现场 她是直接去面对到的那一个人 那我是在远处 我相信也是 上帝的一个保守 其实是 我八月二号离开台湾 然后八月八号 发生的那一件事情 所以我人其实 是不在那边的 然后 上帝也是保守我 因为那是我长大的地方 所以也让我 留下一个最 最美好的记忆 但是我要在这边 见证的是 其实是 我想要见证的是 就是 我爸爸是不是 他今天不在这边 因为他在台湾还有服饰 但是 他 他给了我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见证 跟学习 是因为 呃 那个地方 最大的 就是他是那位牧师 是那个牧养的人 是要保持 呃 那个环境的人 那他 我觉得 理当来说他应该是一个 最难过 最好像被打击 被打倒的一个人 可是不是 也许有一些 你们可能在这边 如果跟他Facebook是朋友的话 他每天一直po 不断po很好的照片 然后 很开心的 就是一直不断的在 荣耀神 在每一件事情 他做的事情上面 那他也告诉我说 他说这时候 当我们面对到这件事情 这时候 信仰才变成是真的了 因为他说上帝 从来没有 嗯 没有应许我们说 事情会一海丰盛 就像今天 嗯 牧师讲的 阿玲教会也没有 遇到的事情 都是疲凡逢损的 但是上帝说 他在每一件事情 上面的时候 他都与我们同在 那呢 在 信仆来书的时候呢 我只知道英文 那英文他是说 Now faith is the confidence in what we hope for and assurance about what we do not see 他讲到 assurance 是说是一个 在心里面的一个确信 是我们所看不到的一个确信 我觉得这个确信 是 是对我来说是一个 就算我现在在台湾 我看不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看不到 我未来 因为我今年是高中最后一年 我接下来要进到大学 我的学费该怎么办 我要住哪个地方 我爸妈妈 他们自己在台湾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因为这些都是我看不到的事情 但是上帝告诉我说 他给我的信心是那个确具 在我里面 是就算我看不到的时候呢 我依然要倚靠他 那呢 他所说到这个平安呢 是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 因为世界的人 太多人都是一直看很多外面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的成绩怎么样 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 当家里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 我必须要很独立 然后呢 我要自己在这边 我的支出要减少 我的自己的成绩要处理好 什么事情 不要去烦我的爸爸妈妈 但是呢 这都是外面的事情 上帝说 他所给我们的平安 是在这里面 是一个确具 是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 但唯有只有他能够给我们的 所以 婚人也 也讲到是说 我爸爸 我觉得他也讲了一番好话 他说 那个地方呢 如果不是我们的家庭 跟上帝的同在 在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只是一个 只是一块地而已 但是呢 是因为上帝 在这当中 他所给我的试炼 所给我困难的时候呢 让我成为我现在的人 所以唯有只有 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才给了这个地方价值 所以不管下一个 我去哪一个地方 也都是会让这个地方 充满了价值 是因为是上帝 所给我的这些 试炼跟困难的时候 所以 就是 我觉得 我所要感谢的事情 虽然看起来 好像是一件很 很 很不太好的事情 因为失去了家 但是呢 也让我了解到 上帝对我们的恩典 跟他所给我们的确信 是在我越看不到的时候 越在我心里面 感受得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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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牧师 师母 一直以来 对我们的关心 然后尤其是 对我们的 带导跟照顾 然后 即使是在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教会之前 他们就一直的 应该怎么用这个字呢 一直的 在等待 然后一直的在 在为我们默默的 祷告 然后拖住我们 所以真的非常 非常谢谢隆牧师跟师母 对我们的关怀 那 到这个教会以后 就是2015年好了 有很多的恩典 那今天是 感恩解释所算主恩的日子 但是也有 尤其是在下半年的时候 经历了很多的试炼 然后 前所未有的 对我来说 前所未有的 失去的感觉 然后 也 谢谢主 让 因为 之前 在面对到这些风雨 或者是这些 失恋的时候 都会 很depress 就是试着 我常就是读约波记 看到有人被我更惨 对不对 但是 这一次 这次的失恋很不一样 就是 有家人来拖住 有小家的弟兄姐妹 牧师 带着 小家弟兄姐妹 第一时间就来关怀我们 来帮助我们 来为我们祷告 然后 再 就是很不一样的 经历到神的同在 让我也真正的 知道说 原来我们在低谷里面 也能够享受神的同在 不管是走在什么样 再孤单的道路当中 神的拖住我们 然后也可以在黑暗的时候 也能够把 线上感染 也可以看到神的恩典 也能够赞美神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学到最大的功课 也能够跟太太一起 经历过这个 在人看起来不好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就很喜乐 很有確觉 很平衡去度过他 这样子 那 另外一个要线上感谢的事情 就是 我从小就是在 基督化的家庭长大 所以 我信神 但是我非常非常羡慕那些 刚认识神 或者是以前人在别的宗教 但是刚认识主 刚刚觉知受习的那些弟兄姐妹 有很大的火热 然后对神 好像 You know 就是 Can't get another God 那种感觉 那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感觉 所以我非常非常羡慕 只有这样子的心情 那 今年我算是有经历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教会 在 暑假的时候 把经历过很大的 风浪 但是我看到弟兄姐妹 所有的弟兄姐妹 在经历这个风浪的时候 大家的合一 然后大家在神面前的同心 然后大家的 更有耐在一起的 来面对这些 不管你对你对外的事情 大家彼此的福祉 也激励了我心中 让你好像 有感觉到这样子 在神里面被复兴的感觉 所以也谢谢神 谢谢牧师 谢谢弟兄姐妹 就是有这个大家庭 那 也很looking forward 跟大家一起在神里面 一起成长 把所有的感谢送在多位 给我们的声音 谢谢 大家好 我怕我乱讲 还是讲太多 所以我又闲了 我直接用念念 今年对我来说实在是多事之秋 但是我要做其中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我的孙女 好像很多人都替我祷告 去年十月中的时候 你也告诉我 他腹中的胎痒太小 大概比正常小两个月 我单纯的以为多吃一点 多睡一点 孩子就会长大 直到见了他的医生 才知道事情不是这么单纯 母体养分过不去 供小孩成长 而且查不出原因 医生建议拿掉小孩 我的女儿不肯 他说 我可以听到他的心跳 怎么可以拿掉 医生说不拿 孩子也会死 那我女儿说 那就等他死在我肚子再耍完 就这样多等了两个月 1月29号开刀把他伸出来 一个1磅5盎司 599公克的女婴 住家务病王132天 到9月底累积的医药费是 美金295万 还没有包括他的致富 到这个月就已经10个月了 目前14磅感谢主 没有办法秀他的照片 从起初到如今 神的恩典满满 神的爱通过教会牧师师母 长职同工 美金小家还有弟兄姐妹 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们全家 能够走过这个低谷 无论在各方面上都是我们 没有孤单 没有缺乏 神自己更是透过他的话 时刻建顾我们全家 使我们收走的路径 躲地下自由 将荣耀归给神 等孩子大一点的时候 我女儿跟女婿 会亲自带孩子来 因为他现在还需要透过这个 G2吃奶 所以不太方便到人多的地方 很容易感染 所以他没有办法 第二 这个时代是金脸公司的生意 我金脸开始在公司推行 每天早上全公司一起 读活活的生命 每天花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钟 全公司一起 一起聆修 敬拜赞美主 不迟到了每个月有五十块的奖金 一月初第一个礼拜 公司开始聆修 神就给我一句话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我就跟我的员工说 我就跟我的员工说 今年到底是会多么辛苦啊 才开始而已 神就以这样子的话兼顾我们 神就以这么大的预许 要跟我们在今年这一点走下去 果然在一个星期以后 我们所在的市场都陆续 发生的无可控制的状况 第一个 占我百分之四十的市场 整个商场烧掉了 那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 所以他们没有所谓的保险 烧掉就整个客人 所有的财产都没有 第二个 因为石油价格跌 国家没有美元 甚至于政府都停掉 暂时兑换美元 没有办法做生意 规定一个公司一天 只能换一千块美金 第三个 因为政治斗争 国家都同没有政府状态 甚至于人民都不知道 明天在哪里 一路的跌跌跌 从客人的口中 关里景气 只有一个字 叫做bad 就是很坏 直到九月份 我问了一个客人 同样的问题 今年生意如何 他说very good 他说很好 我说你是我今年一到到目前为止 唯一说好的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今年景气不好 我减少了我的采购 卖掉了我的库存 还清了我的债务 而且还有钱 就在丁天不可以来跟你买货 神借这个信息就提醒我 事实上今年除了生意量减少以外 我其他没有缺乏 第一个 神在四月底的时候 让我在Temakura 买了一个房子 Actually就是一座山 让我能够作为 我软弱时候的逃成 第二个 今年神特别为我开了 美国市场的生意 补足我海外生意的缺乏 第三个 因为景气不好 我少买了喜多货 我没有任何的债务残身 第四个 因为景气不好 我没有那么忙 我可以更多的时间 帮助女儿女婿照顾孙女 补足 和女儿小时候因为忙 而没有相处的时间 第五个 因为景气不好 所以我今年提前休假 一个月 我可以陪我的家人去玩 神透过早上的公司联修 让和我同心的员工 手牵手心灵器 一起面对公司的困难 神透过牧师师母的代讨 和她的话 在我软弱的时候 兼顾我的信心 最高兴的一件事 因为我以前在台湾有个参加参识班 可是来这里 我常常说我喜欢参识班 可是都没有 可是 真是感谢主 真是 神是听祷告的 真的演才派的 所以我们先来 这么的 接受这种 聘业能力的参加参识班 谢谢 时间没有过 所以她是最后一个 好 我要先感谢我父母可以陪我 度过这半年 就是后半年这样 因为 其实也很感谢沈函 因为她在这个学期 让我 经历到蛮多的理解 因为 她在 让我 其实这学期是我人生的最低谷吧 因为在 其实我对学校这个东西 我其实对自己的自信心 好像蛮大的 就是觉得这应该是 OK的就是 东西都会怎样这样 但是 在今年 因为在 人际关系上面 然后在 就是 教育复兴很多 然后在学校 也出了问题 这样 然后导致我 到最后还需要 drop两堂课这样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 会drop一堂课这样 然后我就想 就很失望 然后就一直很 就是很 对自己 就很 很不能理解自己 我怎么会 到最后走 这样这样 然后 就是 就很感谢 所以就在 前几天 我台湾有小学的一个朋友 这样 在凌晨的时候 他 我本来想要去这样一个 隔天 要 准备要 就是 有 要很糟的情绪上课这样 然后 他凌晨的时候 就 就传奇去过来 想要跟我聊天 这样 然后我就 那时候就跟他聊 然后就发现他 过不久前才 就是打算修学这样 因为 种种因素这样 然后打算修学引力这样 很感谢神 因为 透过 我在学校的这些经历 我可以 帮助他走出来 然后最后也很 就是他最后也感谢我 因为 他本来 其实 跟我 那时候的 就是感受很 相信这样 然后也感谢神 就是 那 那我在这世上 可以更多的亲近堂 然后我也可以 跟家人的关系 更亲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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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知道 即便 即便你高中 几个B啊 他高中只有两个B 其他全部都是A 真的 所以在他的祭典里面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B 你知道吗 他是知优生 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的学生 感谢神 那我想我们做一个导画 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想上来 可是 时间是在不够 我们还有盛餐 我们一起来感谢神 阿爸父为雀牧师雀师母 来Seprena 这个家庭来祝福 主会的 主啊 从前风吻由你 如今要亲眼见你 谢谢你让雀牧师 他们的民地 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让我们知道 主啊 未来 主啊 会有更深更广的路 为他们打开 主啊 求你祝福 也求你恩待我们看顾 我们当中 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 高山低谷患难挑战 待我们都靠你可以得胜 主啊 有你的同在 我们走过去的时候 更加的与你靠近 谢谢主的恩典 奉主的名求 Amen 好 感谢神 我们先用奉献 来敬拜我们的祖母 然后之后我们要举行圣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